记者翁玉皇新北报道,新北市永平高中学生彭盛阳学测获得73级分,为全校榜首彭盛阳在校除了课业成绩表现优异,在生活教育和品德上也受到肯定,平常负责打扫厕所。 彭盛阳这次能考高分,他校说厕所里有神,他每天认真的打扫外扫区,厕所,洗的厕所干净光亮,他认为厕所之神为他带来了好运。 107学年学测成绩公布,永平高中学测开出红盘,几位就近入学的社区学生表现亮眼,其中以社区优先免试入学的彭盛阳考出73级分的高分, 而由国高中六年接就读永平高中的罗章明、李玉瑾也考出70级分的好成绩。 彭盛阳三年前有外公陪同前来优先免试入学报道,外公说哥哥在永平高中学习环境很好,受到很多老师的照顾,后来把弟弟也送到永平高中就读。 彭盛阳从国中时就以永平高中作为他的升学目标,觉得永平离家境又是个好学校。 从没补习的他每天准时到校,上课认真听讲,回家专行完成当天的作业,写完作业及上床睡觉,三年来成绩一路进步。 而生物是他最有兴趣科目,他也通过2018年中华民国生物奥林匹亚国手选拔出赛。 假日时喜欢看Discovery和健康医药相关的资讯吸收新知,未来想想医药相关的领域前进。